百物上涨令老百姓较苦连天之际 统计局今天公布 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与去年同月上升了2.3% 其中食品的通货膨胀率比较高 达到4.1% 在食品和饮料类别当中 将近90%的物品都涨价 统计局指出 食品是导致通膨的主要因素 食品和非酒精饮料的所有这类别物品价格都上扬 例如牛奶 芝士和鸡蛋涨了7.2% 肉类涨6.2% 蔬菜涨4.5% 以及鱼和海鲜涨3.8% 首席统计师穆浩摩乌兹尔表示 蔬菜价格上涨的原因在于气候多变而影响蔬菜收成 并导致市场供应减少 同时肥料价格和物流成本增加 以及农业劳工短缺 其他涨价的类别还包括餐厅和酒店 交通 家具家用设备 各项物品和服务 休闲服务和文化 教育等等 乌兹尔也说 雪兰河和布城的通货膨胀率最高 达到3.1%